美国会变成世界工厂嘛 美国变成世界工厂 那现在谁是世界工厂 中国 中国一定垮啊 中国现在的口号叫做 它的经济策略叫什么 叫国进民退嘛 对 如果你放弃国进民退的话 让民营企业起来 让国际企业起来的话 中国会变成怎么样 共产党还会存在吗 不会吗 共产党还能够控制这个国家吗 就不能控制了 当然不可能嘛 见为资助 你看到习近平的态度 之前不管是川普当选 或者是拜登当选 习近平都隔一个礼拜以后 才发贺电 而且发的贺电 也是不轻不忠不忍不忍不忍 就告诉你 欢迎你当选 欢迎我们两个国家 能够新手向前 可是昨天都看到了 习近平不断地强调 我们是合则两立 斗则俱伤 我们是可以合作的 全世界也希望我们合作 看起来态度明显地放软 今天通过外交部的 这个所谓的公众号 也是表达这样的一个态度 可是还有机会吗 还能 中国还能够寄望川普吗 全世界每一个国家 都对川普表示 好善意跟好感 这个是大家 包括台湾在内嘛 对不对 所以那现在有两个 主要的一个国家 或是地区啦 是洞见观瞻 一个就是中国 一个就是欧洲嘛 那这两个是美国主要目标嘛 对啊 刚刚你讲20项里面 对象主要是谁 就是中国跟欧洲啊 你现在 我现在一讲就讲完了嘛 20项都是中国跟欧洲 中国跟欧洲啊 因为20项里面 讲完的东西就是 美国会变成世界工厂嘛 那美国被世界工厂 那现在谁是世界工厂 中国 中国啊 中国一定垮啊 大家我们要反过来看 过去一年来 中国的从这个 从COVID以后 它的经济开始有恢复到 四点多 包括今年要 要到5点 到5.0的GDP的基础 跟产品 跟产业靠什么 靠外销嘛 那靠外销 外销给谁 外销给谁 美国 外销给美国 主要是美国跟欧洲嘛 对 那川普这个一下去的时候 60%的关税啊 60%关税在中国就完啊 你就卖不到美国去啊 就不给人卖到美国去了啊 所以中国会往哪里跑呢 会跟欧洲合作嘛 对不对 那欧洲会不会跟中国合作呢 不会吧 那也有困难啊 因为市场不够大啊 而且它很多产品之限 是冲突的 对 彼此都冲突 所以会变成 中国变成 另外一个选项会出现啊 什么选项呢 目前我闻到一个味道 它要开放内需市场 给国际界来参与 所以那这个就是一个 非常痛苦的决定 换言之长怎么讲的 中国现在的口号叫做 它的经济策略叫什么 叫国际民粹嘛 对 如果你放弃国际民粹的话 让民营企业起来 让国际企业起来的话 中国会变成怎么样 共产党还会存在吗 不会嘛 共产党还能够控制这个国家吗 就不能控制了 当然不可能嘛 因为习近平会来 为什么要往左走 他就是发现 当这个民营企业 越来越大的时候 马云都敢跟我的 金融监管机关叫反了 那是当时 因为开放到一个程度以后 一定要碰到的一个政治改革 经济改革到极限 政治一定要改革 那现在碰到川普上台之后 他现在还有过去的力量吗 当然没有了嘛 60%关税下去的话 他根本动弹不得 而且现在的中国是经济最痛苦 最紧张的时候 他不是当年2017 2018年 川普去参访北京那个年代 死一时 死一时也 现在完全是完全另外一回事 今天的川普已经不是当年的川普了 是2.0的川普 而且现在谈的不是谈川普 现在谈的是川普主义 我刚刚讲的 他的20项东西不仅在4年内做完 可是保证20年内一定一定做完 你说为什么 黄河九区中壁东流 这个河已经打通了 他打通这个整个关卡了嘛 而且你就过去 看他国内的川普这次赢到哪里去了 赢了 他的选票赢了 他的选举人票赢了 参议院赢了 中业也赢了 然后他大法官现在是占多数 九个有六个是他的 六个是保守派的 最全面的 他是司法 立法 所有平政权 三权都他的 这个是最大 美国历史上 所有的制度最怕这种事情发生 结果他今天发生的 而且就在最敢使用权力的川普手上 而且川普不是 他不单是使用权力 他把全面性的解放 像Ellen Musk这种人 川普在这次整个选举当中的募款 有30%是科技业的大佬 但是他把这科技 为什么科技业大佬要支持他 因为他把所有的监管全部打开 解放 全部打开监管的情况之下 那我就懂了 为什么连贝佐斯都暗暗的资助他 那你要知道 他在太空 通信 电脑 AI 包括量子技术 所有的科技会马上快速的沉飞 他全面开放的 但是这个时候中国拿什么东西跟他比 因为所有的科技进步要靠什么 要靠自由跟创意 你没有自由跟创意的话 你很难很难很难发展 那川普在这个 川普其实已经打定主意做这个事情了 那我在想 在这个时候的中国怎么办 中国它何去何从 中国一条路可以走了 就是政治改革开放嘛 你认为有可能吗 没有 短时间内看不到 所以会变成中国内部的政治会动荡不安 那共产党也会与时俱进 当你的领导人物如果照不出的时候 他们会怎么样 他们会想办法内部有所谓的各种形式的转变嘛 对 因为权力会移转 这是中国的现象 那你看德国是 你看德国现在目前什么情况 政府都垮台了 欧洲现在怎么办 你看今天普丁怎么回答的 这些人类我们综合起来 全世界的领袖 现在在准备了解川普到底要怎么样对付他 我们讲开玩笑的 我们的手表叫做防水手表叫waterproof 对不对 现在是防川普叫川普proof 防川普的战术全世界在研究 但是这个风一吹起来以后 中国的经济在最脆弱的时候 碰到川普这阵风压力压过来的情况之下 那到底欧洲会不会跟他合作 到底中国要何去何从 所以这整个有很多选项 就我刚刚上一段提到一个概念问题 就是基督教的信仰 那我认为欧洲不会跟中国合作 因为他在CNA上信仰 他跟欧洲的国家 跟川普信仰同一个上帝 不知道中美对抗是现在全世界 最重要的主权率 可是这个最重要的对抗主权率 过去我们都以为认为 他在高科技产业 在晶元产业 在AI产业 但没有想到当川普王者归来 当川普重新回到白宫之后 他才刚刚宣布单选 没有想到中国的产业真的吓坏了 现在中国急着要离开的 已经不是它的高科技产业 我们今天听到是 你今天是做咖啡机的 你今天是做家电的 这种本来认为说是一般的家庭产品 这个是技术层次不是那么高 这是一般人都可以享受到的 就没有想到现在这些产业也说都要急着离开中国 因为川普已经讲了 他要磕60%到100%的关税 如果真的磕了这么高的关税 你现在不要讲说你的晶元产业 不要讲说你AI产业 现在是所有的产业 它都无法承受 我们知道中国能够崛起 是因为它担任世界的工厂 它担任世界的工厂 用它的人力 用它的技术 让整个中国发达起来 如果现在这个中美的竞争 已经激烈到任何的产业 每一个产业 每一个角落 现在真的要逼中国的产业 全部都要离开 真的要打破中国制造的神话的话 那中国能够承受得了吗 我们都知道 川普上任之后 中美关系会越来越紧张 而且对于中国的产业 压力会越来越大 但我没有想到 川普才刚刚宣布当选 刚刚宣布当选 华尔街日报 还有很多的媒体就报道说 他们现在非常重要的 刚刚讲的 你现在做咖啡机的 你现在做家电的 这种本来都是DJ的 这些产品 现在也要一个一个的 离开中国了 没错 抱歉 事实上川普上海之后 我觉得中国的苦日子跟坏日子 恐怕真的要来临了 才要来临 对 为什么呢 你事实上从2018年开始打贸易战 2019年的科技战的时候 中国已经长期失血了 结果没想到 这一次川普在上海之后 他已经说得非常清楚 我会磕50%到60%的关税 一磕下去之后 你知道谁最聪明 这个所谓业者最聪明啊 所以你看马上 华尔街日报就报道说 川普胜选之后呢 这个澳洲的这个家电商 伯父人 他已经准备要跑了 还有美国的家电商呢 也准备要往外跑了 所以很 还不止这样 还有很多中国厂商 也要往外跑了 所以现在大家 都是阿博阿郎港 要赶快跑 不然的话 在中国里面来说 恐怕会被这个60% 我就说了 事实上上次的这个 关税战里面来说 去戳戳你 这次他是拿着机关枪 60%这样一直扫射 扫射下去的话 可能中国本土的产业 或者外企 你还留在那边的话 恐怕真的会阵亡 而且你说 这样的一个庞大的压力 对 连协进民都受不了了 当然 协进民过去刚刚讲的 你不管是过去的 川普第一任当选 或者是这个拜登的这个当选 对 他在丢贺钱的时候 都隔了一个礼拜 隔了两个礼拜 我就毫不整以下 我是大国 我干嘛急着跟你祝贺 但是今天我最惊讶的是 川普昨天才刚刚宣布贷选 我们台湾都还没有动作 台湾都还没有动作的时候 我刚刚讲 习近平已经发贺电了 习近平刚刚讲的 说我们两个国家 何则两利 斗则俱烧 对 习近平上一次 我跟他讲 上一次的这个拜登当选的时候 他是11月初投票 对不对 他一直到当个月的 11月25号 他在派贺电给这个拜登 好 另外一个 这个所谓的川普上一次的 也没有那么快 但你看 你看11月7号的晚上 他就马上指电给这个川普 就恭贺他这个当选美国总统 然后他说 中美两国何则两利 斗则俱伤 他就说一个稳定健康 可持续的中美两国关系 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 还有国际社会的期待 要互相尊重和平共处 这样子 当然就释出善意 我主动 我都给你 你当选 我就马上跟你说 恭喜你啦 那我们希望可以互相合作 所以让他事实上 习近平这次 对川普的姿态 是摆得蛮软的 像我们这种外行人家 你照理讲 你给这个贺电 四平八稳 照这个贺电 你当选之后 我发贺电也没什么了不起 可以从发贺电的时间 还有他的用词用语 习近平已经软了 对 你看 普丁他说 我都不发贺电给川普 所以很多人都不发 用两国关系 还非常紧张 那你说竞争人有恭喜 没有啊 你看习近平马上送上贺电 合成两利 斗则俱伤 稳定健康 可持续发展的中美关系 符合两国的利益 还有我们希望两个国家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加强对话沟通 妥善管控分歧 如果你根本没办法 我就是恭喜你 恭喜你美国 找到一个好的总统 这样就够了 可是没有 一直在强调 我们两个国家 要好好合作 对 所以为什么要强调这么多 因为没有这样 所以就要好好合作 所以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他也感受到了 来自川普 他这里有压力了 当然 保洁 事实上他跟川普 有打过交道 他跟川普承诺过的事情 他有做到吗 没有 没有做到你觉得川普会怎么做 当然不会放过他 所以嘛 他也知道嘛 他也知道你要跟我算账嘛 所以我才跟你说 现在川普绝对会拿着 机关枪扫射 而且他可能还有更多武器 他绝对会把中国打趴 这一次绝对会这样做 而且你刚刚讲说 在川普2018 2019年 发动经济战争的时候 当时中国的国力还是很强 中国国力当时还是 全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当时你说 他有影响力 影响到了东南亚 他影响东北亚 甚至他对欧洲都有影响力 跟你说现在 金飞喜笔了 刚刚讲的 外资投资一年比一年少 他现在的这个经济状况 越来越糟糕 更可怕的是 他现在越来越孤立了 对没错 你看这是外资的投资 一直在减少了这个 从正值 就原本是正值 然后一直到负值的这个状况 外资跑了 另外第二个 我们看台湾最明显 台湾过去 我们最大出口国都是美 中国 现在变成是美国 美国往上窜 所以也就是说 最重要的这个科技供应链 都已经从中国移出来了 跑到这个跟美国在一起了 所以它这个趋势非常明显 你看从2018 你看2018当时 最高 在打的时候 差别最大 差异最大 你看差距这么大 到现在为止来说 黄金交叉 你就知道说川普的贸易战 跟科技战打下去对中国的经济体质 到底伤的是有多重 所以你说台湾台商 是一个最重要的指标 过去我们刚刚讲的 台商对中国的依赖 其实蛮深的 我们其实一直把中国 当成生产基地 所以我们的半成品 都送到中国去加工 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连中国 我们都已经慢慢移开了 所以有些说台商跑了非常多 好 那台商跑了非常多之后 当然日本厂商 韩国厂商也跑了 所以这些厂商都很聪明 都跑了 但是还有一些后知后觉 后知后觉现在也准备要跑了 这就是我们讲到的博富公司 这个是所谓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那这个博富公司它生产什么 它生产包括像一些小家电的 烤面包机烤箱这些东西 居然他说 可是这都很低接 这又不是跟你的国力有关系 这又不是中美对抗的主轴 有需要跑吗 所以因为他以前也是这样认为 这个不是主轴 所以我没有必要跑 我也没有高科技 我是这个中高阶的家电 反正中国人力便宜 我就这样来生产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我说了 川普这一次是无差别攻击 他一路磕60% 我管你是哪家公司 你在中国生产 你就是给我磕60% 对 我原本一卖100块 变成卖160块 那你觉得他怎么办 没有竞争力了 他就只好跑 对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美国的家电业者 也只好跑 对 所以我才说 这一次的60%一磕下去的时候 是所有在中国的外企 在所有中国的这个本土企业 你只要卖到美国市场 美国市场跟中国一年的交易量 有三 中国出口到美国有三千多亿美金以上 这么多的数字 你要怎么弊 所以你一定说 我只要想赚美国市场的钱 我只要想赚美国人的钱 对 我都没有办法再留在中国 你就给我离开中国 所以我才说 这个不是只有这个中国的厂商 还有外国厂商 所有厂商你都把我找 所以才说 现在为什么很多厂商 我跟大家讲 现在很多这个东南亚 或是很多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 很多厂商 都开始接到很多 很多地方政府都接到很多 这个来自中国的电话 说哎 你们土地啊 我们搞不好要牵出了 现在这种趋势 是相当相当急迫的 而且你想说 中国现在的产商 从什么 李克强指数可以看出来 我们讲 很多中国的指数 都不可能被信赖 可是李克强讲 我就很简单看几个东西 我几个看到吗 我第一个 我就看我们的用电量 第二个 我就看我铁公路的这个运输量 第三个 我就看我的失业率 对 如果你用这三个指标的话 哎 中国真的从2018年之后 就一直在衰退 对 你看这几年的这个 中国的这个用电量 开始在衰退 对不对 那中国的运输量 也开始在由高峰往下走 那甚至是中国的GDP 你看中国GDP 过去是高位 现在开始往下低走的 这个状况 那你跟我们讲 我觉得这个失业率 是最准的 你看失业率 过去一段时间都是这样 这个在2018 19年之前是这么低 现在都已经来到这么高 所以告诉你说 中国的经济 的确已经受到 非常严重的重创的一个局面 而且你总想说 就看到了中国 有一个最大的指标 那就是台湾 当然你把人一直担心说 你川普上台以后 你怎么会怎么做 对付台湾 你说不用担心 你说我们没有想到 这几年的时间里面 台湾不是已经 慢慢地离开了中国吗 慢慢离开中国 我们知道台商这个趋势 可是我们不知道的 另外一个趋势是 台商竟然大举地 进到了美国去 刚刚讲我们的半岛底 台积电日月光环球机 红海合作伪创 刚刚讲我在亚利桑那 加州德州 包括这个旗网州 这些我们都已经 到了美国本土了 对 事实上不止到美国本土 美末边境都去了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拜登是说 你可以到这个 这个所谓墨西哥设厂 都没有关系 反正你还是可以 试用北美贸易协定 你还是可以 享用关税的豁免 可是问题是 川普不一样 所以来说现在 现在变成是怎样 我们台湾已经很多 比如说到墨西哥的 这个提华纳 然后这个到墨西哥的 爱尔帕索 还有霍华兹 雷华兹 这些地方 但是问题是 保洁 他们过去在美末边境 反正我可以 产品马上就运到 这个美国去了 我用这个 北美贸易协定的 我用低关税 进到美国本土 所以过去有非常多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个提华纳是 这个墨西哥版的东莞 然后这个 这个所谓的雷华兹 这边是墨西哥版的 这个昆山 就现在怎么办 现在这些人 恐怕如果川普上台之后 我们台商又要展开 另外一波的迁徙 就是要把它移到美国去 就是移到美国去 不然怎么办 因为川普说了 你在墨西哥生产的时候 搞不好我要给你磕关税啊 我给你磕10% 20%的关税 那怎么办 他们就照往外移 所以我才说 事实上这一次川普上台之后 事实上对企业来讲 他要转开 新一波的全球大迁徙 最大的迁徙草 会是从中国大局的往外迁 另外一个迁徙草是 从海外各地 大局的回到美国 所以这个趋势来说的话 在川普未来 四年任期中 我们会看得非常清楚 好 博人 商业周刊这两期 做了两个分盘不同的主题 第一个是新台商 也就是没有想到 我们台商离开中国之后 我们居然大举地 进到了美墨边界 甚至我们跟美国的关系 越来越密切 第二个当然讲的 我开始就要去离开中国 离开中国你也特别提到了 中国现在经济真的非常糟 而且更可怕的是 中国以前有个叫做 中国制造神话 所谓的中国制造神话 是因为以中国的人力 以中国工作的态度 以它的整个政府的提供的资源 这些东西 其他国家很难提供 很难提供 很难提供 所以这个供应链 你就很难拉开 但没有想到 你说从这个 你去看的 包括直做咖啡机的 直做这个小家电的 你都可以看出来说 中国这个所谓的 制造业神话 已经没有了 现在中国能够做出来的 台商在别的地方 也都能够做出来 特别上一周 刚刚特别提到 我如果在上海 我一天可以生产 1000片的 这个所谓的主题版的话 我在墨西哥 我也可以 对 川普这么一件件事情是 中国制造不可取代的神话 已经被打破了 所有的工厂 都可以搬离中国 中国是不可取代的 这个已经完全不存在了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川普选出之后 这家澳洲的伯父 马上说 我要离开中国 因为关税百分之六十 可是那后面还有一个意义是 谁能够做出这台咖啡机 因为我到了现场去看这台咖啡机 这不是低阶产品 很刁的咖啡 喜欢咖啡的人 嘴巴是很刁的 温度几度 怎么设定 它冲出来 怎么冲出来 所以你说 原来不是只有高科技产品 也不是只有半导体产品 你说现在连这种家电产品 它也越来越精致了 而这种家电产品 以前过去 它是离不开中国的 我没有想到你亲自去看了以后 每个细节 每个工序都非常的精雕细琐 过去这种工序 跟各这种作业的能力 只有中国才用 对 中国制造神话就在这里 全世界最好的产品 能够在中国做 而且最有竞争力 成本最低 卖到全世界 都非常有竞争力 所以这个咖啡机 卖了七十多国家 澳洲代工 在中国代工 就是我去看了工厂 现在它说要搬 以前是好的不得了 做出来的产品 马上在亚马逊被惨光 像这个忍者 咖啡机一个月卖 三万八千台 是中高 那个咖啡机 一个月卖到三万八千台 一年做一千多亿台币的生意 这是 我卖个咖啡机 你要做一千多亿 而且是半自动 给专业玩家去玩的 你想要玩出好咖啡 这台咖啡机的功能都有 所以这是非常难做的 比iPhone还要难做的生产线 为什么我说比iPhone难做呢 我去现场看的时候 我想说你们怎么跟我说 这比iPhone难做 你知道吗 他在麻州是设计把美国人最好的概念 美国人想象说我这个产品要怎么样 咖啡人有什么想象 好想象之后要满足吧 所以在深圳要养一千多个直接驻厂工程师 为了卖咖啡机养一千个人 天天 我就一台咖啡机 我要有一千个工程师在那边standby 上面研究说我如何用中国最好的制造的产线 我要用最好的材料 我如何设计出最有规模化的产线 这样才能够在全世界举世武装 所以一千个人在驻厂研发 从品管检测所有的产线 他们自己设计的 所以我在这里看到的时候 我真的非常傻眼 原来在亚马逊卖最好的咖啡机 是一千个多的研发出来 你要知道咖啡机在煮的时候 是不是会有蒸汽 所以它在生产过程中就先检测了 一边做一边检测 一边做一边检测 所以咖啡每个功能 它每个产线都非常的高度 也就是刚刚讲的 它是从磨豆到煮 然后它全部都是一体成型的 它一直完成的时候 就是我要保存这个豆子的鲜度 我要磨豆 磨豆的每一个颗粒要非常的一致 然后我要开始充足这个量 我的温度 我的水温 我的速度 我都要达到我的标准 你说当我在储存 当我在磨豆 当我在充足的过程里面 我每一道工序做完之后 我都马上检测 所以做iPhone怎么用 蒸汽那边蒸呢 不可能 所以我在那边产线看到 一边有电线 一边在蒸水蒸气的时候 我就傻眼了 电线不会生锈吗 可是它就是在现场在检验 最后整台出来 完全不用再评检了 因为每一段都检测好了 所以它那么多复杂的功能 既然完全没有检验 不用再煮出一杯咖啡 这让我非常想象 结果他跟我说 这条产线成本要贵四到五倍 所有的原材料 只有中国才会供应 这么好的材料 然后最便宜原物料 这是中国制造最厉害的地方 也是不可超越的神话 在美国卖这么好 其实完全是有这种底蕴 但他们现在可以离开中国吗 而且刚刚讲 这是澳洲的厂牌 然后再按照美国 这个工程师的一个设计 但是这个代工 是台湾的台商 对 是台商做的 做全世界对大大代工厂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澳洲的伯父 或侠客人者 其实都是台商代工厂 但是有非常多 中国的驻厂工程师 所以我问他说 川普当选 你们会没搬家 他跟我说 全世界 中国制造是世界举世无双的 不可能被取代 泰国墨西哥 这些巨弱效应的 都没有办法满足这些业者 结果现在看新闻 川普一选上 人家说要 要跑了 这是一个无法想象的事情 所以刚刚讲的 不是伯父要跑了 连这个侠客人者都要跑了 因为他决定 如果川普要克60%关税 他就要去泰国 虽然他会继续养爱工程师 但是对不起 我现在要去泰国 才有办法应对 所谓的川普的要求 更重要是 这个不可取代的神话 被取代的这个地方 叫墨西哥 因为川普的科技战跟贸易战 逼着林百里 童子贤 这么一件事情 墨西哥工人不行吗 你叫他两手拿主机板 他偏偏用一手拿 你骂他 他当天还没下班 就跑去人资投诉你了 说我不是来做你的奴隶 结果因为川普 跟美国的科技战贸易战 逼着林百里 童子贤 伪创 英业达这些公司 还是要往前做 你想办法 你就苟急 你要太强 逼到最后 你还是做出来 所以做到什么地步 圣诞节的时候 有许愿词 脚还可以许愿说 爸爸在那个工厂工作 我圣诞节想要礼物 就会实现 HR人资要去你家送礼物 把你当成家人 墨西哥工人 才有办法为你拼命 他认为这个老板 真是好老板 是这样一路调整过来的 所以现在怎样 1680个人产线 做到800 一天可以采1000片主机板 英业达的墨西哥厂 跟上海厂 现在产能一模一样 完全没有差别了 所以现在非常厉害 以前只有在上海厂 我才可以做到主机板 一天1000片 现在我进来的墨西哥 我也可以做到 一天1000片了 就是被逼出来 原本一手拿 完全不重视品质 做不好 你骂他 他会说 马上去投诉你 可是现在 英业达怎么样 人家已经可以做 先进的产品 所以我在那边看到 中国工程师说 我们举事无敌 没有人能够打败我的 告诉你 墨西哥已经在生产 全世界最先进的AI伺服器 华雷兹已经变成昆山了 它的产能已经 电子五哥 有四哥已经动到那边了 产能已经跟昆山一样多了 所以证明一件事情 中国制造不可取代的神话 已经改变了 所以整个供应链 现在是怎样 电子四哥带着所有供应链 跑到中国开会说 你要不要搬 你不搬 我就把你收了 全部都要跟着去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表 所以不是只有台积电走 不是只有玉瑞光走 不是只有红海走 不是只有河索走 他们现在是把所有的供应链 都要带走 所以你到华雷兹看到 像昆山一样 你到另外一个城市 看到就说东莞一样 最重要是整个供应链 都可以离开中国 所以不是不可以离开人 你可以看到 侠客人整跟伯父人 扒贝基 以后也可以搬离中国 所以世界取代中国 中国会越来越惨 这些事情会发生 好 会成 刚才讲的 在这个川普选选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 非常显眼的人物 就是伊隆马斯克 而你说伊隆马斯克 跟川普的结合 非常的恐怖 他们两个的结合 代表什么 为什么这次伊隆马斯克 会支持川普 是因为拜登 对我做了很多的监管 很多的监控 让我非常不爽 如果今天他们两个人合作 代表 以前我要跟你反托拉斯 以前我要跟你做很多管制 做很多限制 现在第一个 我要对其他国家 高关税 第二个是我对美国 本土的企业 过去在你身上的捆楼索 我要全部都剪掉了 是 我跟你讲 这张照片非常重要 为什么重要呢 伊隆马斯克竟然直接 跟川普整个家族 站在一起 你说这个是 他胜选之后的川普家族 川普家族里面 只有一个外人 这个外人 就是伊隆马斯克 跟他儿子 是 还有你知道吗 伊隆马斯克 他为了这一次 帮川普助选 你知道他投入多少钱吗 光新台币 赚起来超过24亿 他进行一个豪赌 那之前有一些 什么抽奖 那个我们都讲过 都不用多提 好 现在他确定 就是川普当选 他押宝要把成功 大家在讨论 伊隆马斯克到底要什么 结果大家开始 对 我也好奇 他到底要什么 像我们台湾就很害怕说 他会不会要中国的市场 会不会逼着美国 跟中国合线 然后又把台湾 又把台湾卖了 我跟你讲 他们现在有个比喻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 现在事实上呢 伊隆马斯克 是要把美国政府 变成一家新创公司 就是呢 你在说啥 他把美国政府变成一家新创公司 其实川普之前说过 他说过什么 他说我可能会成立一个 叫做政府效率委员会 就是要来伊隆马斯克来监管 那为什么伊隆马斯克 要来管理这个政府效率委员会 因为伊隆马斯克说 这些所有的法规 所有的规定 都是扼杀我们美国公司 都是阻碍我们公司成长 所以他现在上来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把这些 以前你不准我做的 以前你管我太多的 以前你妨碍我 不管是SpaceX 还是妨碍我特斯拉成长的 这些规定 我通通都要取消掉 那不就是 那不就是大雷根主义又回来了吗 因为雷根以前讲过一个 非常有名的话 雷根当时讲说 政府不能解决问题 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那所以我要把这个政府 越搞越小就好 难道现在川普也要搞这一套 真的 因为他就说效率委员会 要管理什么 马斯克就直接说 我要管你政府支出 就是简单讲 帮你裁裁裁裁裁裁 我后来越来越爬梳之后 我觉得伊隆马斯克 真的跟美国很多单位的政府 都杠上你知道吗 其中有个超级好笑 其中有一个叫做 加州沿海一个委员会 这委员会是干嘛呢 我们都知道伊隆马斯克的SpaceX 其实他取得很多的就是 那个我们那个 美国政府的一些标案 什么星顿计划 他总共有多少你知道吗 2024年有135亿美元 2030年甚至要来上看630亿美元 那听起来很多 那应该跟美国政府好好合作 对 结果发生什么事 就是他们这个 你现在看到这个新建 他那时候要为了要 就是要可以回收 用筷子夹住 然后让他出去之后 可以回收这件事情 他们就说 美国控制都说 因为我们要进行很多的 这样子的火箭的试射 所以我们从原本一年 让我们试射36次 我们现在要变成要试射到50次 因为我们卫星以后越来越多 什么火箭越多 就开始提出的要求 结果你知道吗 既然被这个加州沿海委员会给否决 你知道否决原因为什么吗 原因是什么 因为那个音爆太大声了 会影响到这个加州当地的一些野生动物 跟当地的人 然后他们整个抓狂啊 心心想说 你为了你这个音爆太大声 你为了影响这边野生动物 你把我SpaceX要发射多机会的 这个既然否决掉 然后呢 连美国空军都没有办法接受 SpaceX已经是全世界发射频率最高的 它还不满足 还不满足 它不要有任何限制 它不要有任何限制 你只能一这样 我跟你讲 它现在那个夹子可以弄了 对不对 那个夹子如果这样弄出去之后 它那个载体是可以回到自己安全 回到自己这个夹子上 它以后 它就完全降低了 它这个所谓的成本 它可以重复使用 以后人就可以上火星 所以有一篇报导 你知道吗 它直接写 为什么 这个伊隆马斯克 他要支持川普 因为伊隆马斯克要上火星 你阻止他上火星 他把人遇到火星去 你怎么可能阻止他 所以现在什么 所以伊隆马斯克要把我阻碍前面的石头 全部踢掉 而帮我踢掉石头的人 就是川普 对 然后呢 这个只是SpaceX的部分 而且另外一个电动车 那个也超级好笑 他就说怎么样 他说呢 他那个过去 我们想说不对啊 川普是高关税 而且呢 他又是那个电动车 感觉算不是很有利 因为他要怎么弄石油 又要开始挖嘛 那你为什么伊隆马斯克 你要支持他呢 就伊隆马斯克 就是现在报道的说 他说因为我现在很多的 包括我的全自驾 包括我的一些 就是那个无人 这个叫什么自驾的计程车 这些我都技术上都可以做到 但是都因为法规的限制 不让我做 不让我做 那中国的杭州都在做了 对 你讲对了 杭州在做 你不让我在加州做 所以他们说第一件事 伊隆马斯克如果真的要进入政府 第一件事情就是把 刚刚我刚刚讲到 否决掉他50次的那个 什么加州沿海委员会 第1个就把他 fired掉 you are fired 对 然后第2个 他要干嘛呢 他要把那个阻止美国公路 就是阻止美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去置地任何阻碍他的那个无人 什么计程车可以上架了 他就是说 你所有这些阻止我 妨碍我的 我通通要把它给取消掉 所以太疯狂了吧 对啊 所以他们就讲到说 当一个疯子率到一个 另外一个更疯狂的疯子的情况之下 就是现在美国已经要完全步入一个未知的领域 这个未知的领域是代表着 他们要全力火力全开 迈向AI 迈向火星 迈向一个全新未知的世界 而最重要一个角色什么 就是伊隆马斯克 因为他要带领着全世界 航向一个未知的未来 好 所以事实上 刚才讲的 川普当选之后 道雄涨了一千多点 然后整个所有的大涨 那想说你怎么会长成这个样子 你说搞了半天 跟伊隆马斯克有关 还有 现在习近平为什么赶快发射科典 我们刚才讲 当然有认输的味道 因为他也知道 在未来的这个世界里面 你不管在科技上 在整个霸权上 你已经没有办法跟美国比拼了 对没错 事实上这一次的这个美国 在这个川普当选之后 大涨一千多点 他就觉得莫名其妙 怎么会长那么多 我跟他讲很简单 因为川普呢 他就是 他会对美国企业都会 监管会放松 包括说美国 昨天的银行股也大涨 他也会把那些银行股的监管啊 什么 因为本来共和党就是对银行 对监管会放得比较松的 可是2008年的金融海啸 不就是为你之前放的太松吗 你房利美房地美 你这些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这些额外的 特别的这个所谓债券 对 不搞得天下大乱吗 对所以他又回来了嘛 他又重新把它放宽嘛 放宽之后你看 美国就会大涨嘛 那不是只有对银行股的 这个放宽 他对这个高科技业也是一样 因为他过去几年时间 民主党一直在调查 那高科技业 Google 你是不是垄断啊 然后这个苹果是不是垄断 一直这样 他以后不会怪这种事 他不管了 对所以你知道那些高科技业者 很开心啊 难怪这一次矽谷的大老板 前步后 支持川普 连刚才讲的 连今天的贝佐斯都支持他 这个川普不是有说吗 这个库克有打电话给他 然后这个谁 这个贝佐斯不是最后一天 这个所谓华盛顿邮报 都没有表态嘛 对 所以那事实上 他这个很多大老板 其实是很欢迎川普回来的 另外就是讲到伊隆马斯克 伊隆马斯克为什么要那么挺他 保险很简单 伊隆马斯克现在所有的事业 都被美国监管 被卡住了 刚才有慧珍讲到的 包括说他的这个自驾车 他的自驾车 因为之前有发生过很多车祸 所以美国的这个 包括交通道路管理委员会 或是美国很多 都一直说 你不能够这样子 你不能够这个 在里面再施驾 不能够再放宽 我们顶多就是让你这样子 不是而且美国很夸张 美国现在不是讲 你在加州很多地方 我已经开放一些路段吗 我都已经开放 然后路段叫你L3 L3的这个州可以去自驾 只有一个不行 我不让特斯拉 对啊 因为他有太多问题了 他有很多问题 结果他现在 如果他现在上台 他如果这个 可以对川普有影响力的话 这些都可以拿掉 所以未来搞不好 他会这个 他整个自驾车 会发展得更加快速 这是在他希望的 这个特斯拉方面 另外第二个是NASA 因为为什么 NASA 其实他NASA也是一样 过去一段时间 这个拜登政府 对于什么重返火星 这个他不是很感兴趣 但川普很有兴趣 川普认为说 我们未来 重返火星 我们要大搞这个 所谓的NASA 要大搞航空事业 所以他有可能会增加 要求NASA 多跟这个伊隆马斯克 所以说两个疯狂的人 现在结合在一起 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星链计划 为什么 其实伊隆马斯克 很看重这个 因为在拜登时代里面 他有弄一个 所谓的 这个电信的基础建设 但电信基础建设 他在郊区 他还是拉光纤 他现在伊隆马斯克 跟他说 man 你就用卫星就好了 用我的星链计划 我们用个地链接收盘 就可以跟星链连接 所以等于说 他其实有非常多生意 未来都可以跟美国政府 结合在一起 那所以他为什么 这次那么挺川普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希望说 未来透过这样的方式 你只要放松监管 因为其实伊隆马斯克 要的是你不要管我 你让我去发展 你让我这样做 我就OK 大家会担心说 那你伊隆马斯克 对中国会不会太友善了 这个友善 会不会把台湾给出卖了 我们看到了 这个时刻 那你还要打中美对抗战吗 而且这个是另外一件事 伊隆马斯克 其实比较在意的是 美国本身的这个发展 他的特斯拉 目前为止在中国 慢慢慢慢 可能会变成一个饥乐 你为什么 因为他在中国 他显然也打不过 这个比亚迪这些公司 那你说 新年计划可以到中国去吗 也不可能 你说太空失业 可以到那边去吗 也不可能 其实我觉得 其实伊隆马斯克 是非常聪明的生意人 不过我觉得 这个大家也看看就好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在 这个川普的第一任 任期的时候 其实伊隆马斯克 当时跟川普是很好的 他有加入他两个委员会 结果后来川普就说 我要退出这个巴黎协定 他就离开 川普的这个阵营 他后来加入拜登的阵营 去骂川普 甚至他在这个2022年 川普刚要上任总统的时候 他还说 川普就每天 这个口 嘴巴那边乱讲话 他还骂过他 不过因为后来 可能因为某些利益 又结合在一起 不过他们这些都是什么 这个个性 这个可能随时会转换 我觉得他们两个之间的相处 也是值得我们观察 现在台湾 从上到下 全身戒备 我们要因应这个 康瑞台风 席台的时候 你知道全世界 也在提高警觉 也在全身戒备 戒备什么 因为有一个大的飓风 现在可能会席卷 整个世界 这个飓风 就是川普飓风 我们看到 川普即将当选 这个可能被台出来的时候 你发现 整个东北亚的情势 做了一个改变 你看到了中东的情势 在改变 你看到了俄乌的情势 在改变 而中间 最谨慎的 最觉得害怕的 就是中国 就是习近平 现在你隐然感觉到说 现在中国出现了一些 我们无法想象的变化 而这个变化 最具体而为就是 他们现在 要发十兆的国战 重战经济 我们知道 以前习近平是反对 这样的作为 以前台队曾经批评 温家宝这样救世 是不对的 可是 他现在四千亿不够 我要再增加到十兆 十兆接下来 他怎么讲呢 如果川普在下周 美国总统大选 胜出该方案的规模 搞不好还会增加 也就是不是十兆 还往十兆往上翻 往十兆往上翻 为什么呢 他说 中国政府担心 这个美国的前总统 他提出对中国输美的产品 加增关税的计划 可能会进一步 损害中国的经济 而且不止如此 中国内部的权力 也因为这样子 感觉上出现了松动 我们讲 最近不是说讲习核心 习体制 习思想吗 现在整个中国 在前一段时间里面 根本就已经定于一尊 没有人可以挑战习近平 可是在这一段话里面 他非常微妙地提到说 要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 要严格执行民主其中制 要这个所谓的 让推促进领导干部 能上能下 前一段时间 谁敢讲领导干部 能上能下 现在领导干部 只有一个习近平说了算 难道现在连习近平 自己的大权 都有可能旁落吗 所以是时候 刚才讲到的 你是中国问题专家 你过去的 你过去 硕士论文就写 中国政策研究的 真的川普上台之后 真的震动了整个全世界 震动了全世界之后 震央竟然在中国 对 台湾要准备迎接 这个抗锐台风 但是全世界要迎接什么 川普风暴 而且这个风暴是 超级强烈台风 川普风暴 而且现在吹的什么样 你看俄罗斯 这个普丁跟竞争 两个赶紧抱在一起 因为他们要一起取暖 另外你看 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以色列 以色列杀宏的言 他趁这个时候 赶快狂杀 那你看还有另外一个国家 目前为止 广基梁 然后这个足高抢谁 中国大陆 因为什么 现在习近平或是中国 可能会被川普风暴 吹得最惨 所以现在连 不只是他们现在 准备要砸钱就事 甚至可能连中国的 这个领导班子 都会因为川普上台之后 恐怕会出现 前所未见的这个变化 好 我跟你讲 现在中国出现了一些 微妙的变化 而这个微妙的变化在哪里 在温家宝居然出来了 我们在一层一场会就是 在整个北戴河会议之后 习近平有两个月的时间消失 两个月时间消失 对他的身体有很多的传言 后来他出来了 出来后那是谣言吗 好 不对 他很多的东西都放软了 他对印度放软了 对菲律宾放软了 对澳洲放软了 甚至他对日本也放软了 在放软之后 他现在很多不会做的事情 他开始做了 开始做一些所谓的旧事 拯救股市的作为 好 现在来了 涉事10月1号 中国国庆在那个大圆桌上面 他竟然一边坐着李瑞环 一边坐着温家宝 他何时这样看中温家宝 就发现温家宝回来了 温家宝回来没有多久 他过去重要的测试 居然讲中国应该大量的举债 大量的举债 大量的旧事 这是过去温家宝的策略 这是习近平以前不屑的措施 可没有想到 到了10月29号 路透社居然报道了 所以是从温家宝的出现 到温家宝幕僚的发言 到现在 这个代表 整个团派回来了 整个改革开放派回来了 整个旧事派回来了 代表什么 代表习近平的基础松动了 没错 事实上今天路透社有个消息 就是中国考虑 增加10兆的负债 债务来统挣这个经济 他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因为川普如果当选之下 中国可能怕会面临到 这个加关税科技战 中国也自感不妙 所以他们准备要弄10兆出来 而且他要说 如果真的状况不佳后 可能规模会比10兆还要更多 规模还更大 对 那你为什么这个会引起注意呢 保洁那主要是这样 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 事实上习近平本人 对这种所谓的刺激经济 他是吃之以鼻 他是不要这样措施 他是反对的 对 可是你可以看到说 从今年的国庆日前后来说 已经出现了不一样的氛围 国庆日之前 中国是先丢出了 8000亿人民币的这个 左右的这个救赎方案 然后紧接下来 国庆日前一晚的时候 那个晚会里面 温家宝就出现 给温家宝出来了 对 所以你要联合来看 先有8000亿 紧接的是温家宝出来 紧接下来是温家宝的智囊说 我们要有10兆人民币的这个刺激方案 结果今天就出现10兆人民币 所以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 温家宝至少 他在中国大陆说经济的分量 已经变得非常重了 所以说以前以温家宝这种团派的声音 团派的力量 是被头弦闪置的 是被丢到墙角的 现在这个被丢到墙角的声音 对 回到党中央了 好 我先跟他讲 事实上是目前为止 在习近平时代里面 主导经济发展的是何立峰 何立峰是他的这个muchy 可是问题是 现在美国很多外资看到何立峰说 你根本就对外国不了解 对国际经济不了解 所以对他是吃之一笔 很多外商外资都不愿意跟他沟通 所以现在你需要一个 懂得外国姿态的人来出来 谁最懂 当然就是温家宝 难怪华尔街日报特别讲 习近平怎么会用何立峰照的人 第一个 他没有国外的背景 第二个就是 他连外文都不讲不好 你一个没有国外背景 你没有国际金融的尝试 另外 你连语文沟通都有问题的人 怎么可能代表中国这么庞大的国家 来处理你的财经事务呢 对 而且保险你知道 为什么温家宝很重要 事实上在李克强过世之后 人家就认为说 改革派已经没有任何的重点 所以当时不是人家就说 习近平好像很稳了吗 可他没有料想到还有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温家宝 因为温家宝代表的就是改革开放 现在最重要的一个代表人物 他曾经怎样 他在2012年的时候 曾经帮习近平上台 他是有功于习近平 他当时斗走了薄熙来 他真是来说什么 文革不能够再复辟 所以他其实就是改革开放 一个非常鲜明的标志 所以他特别想到文革不能复辟 是冲着薄熙来而来的 他是直接跳到台边上 跟薄熙来对干的 所以他是有恩于习近平的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现在重新出来之后 那个味道完全不同了 好 另外一个 就是为什么他事实说要救市呢 我跟他讲 中国经济真的不太妙 第一个你看 中国前一阵子 8000以上就有什么 要救房市 可是你知道目前为止 中国未出售的房市的总库存 高达93兆人民币 93兆人民币 对 这个是相当大规模 卖不掉的 对 很大 能不能这样 这是中国 他有一个比喻非常有意思 这是全中国不能够出售 库存的这个土地这么多 那这是伦敦的面积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曼哈顿的面积是这样子 你就知道说中国 没办法卖出的土地 跟资产的规模 到底是多么庞大 所以中国不能卖掉的土地 比伦敦加曼哈顿还来得到 对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中国目前为止 整个债务也不断地在攀升 他的地方债务 政府负债务 完全都没办法解决 虽然没有办法解决 这些经济问题的时候 怎么办呢 那就只好了 这个习近平本身的权位 就受到影响 而且如果说今天只是说 我要发行所谓的10兆人民币 10兆的东西 我要来救世 你可能觉得那只是经济问题 对于习近平的权力 习近平的江山 还没有办法撼斗 但是我们要再看到了 居然在这个时刻就出来 刚刚讲到 10月29号早上8点31分 是人民日报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里面 非常明确指出的 事实上你会特别 你一看就看到这几句话了 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严格执行 民主集中制 推进领导干部 能上能下 你说这个东西 是惊天动地的 对 没错 实际上这个中国大陆 有一句话就 推动领导干部 能上能下 能上能下这件事情 抱歉 每一次在什么时候会出现你知道吗 都在政权要轮替 譬如说在之前的这个20大之前 他就出现这句话 难上能下 这句话就意思是说 有些人该下来嘛 所以之前就有些什么 韩正就下来嘛 换上西班子 可是问题是 你在这个时候又出现这句话 现在没有权力交替的状况啊 所以这就相当引人注意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领导干部能上能下 还有前面这句其实比较有意思 推进 推进 为什么要推进 因为现在还没有能上能下 因为没有嘛 好那要怎么能上能下 为什么不能能上能下 不是习近平说的算 表示不是习近平方式的能上能下 是要有人要推进能上能下 所以这的话 这两个推进的字就觉得 不太一样的这个字啊 这只有你们学中国政策 才会这么垂毛球资 如果是习近平的话 他不需要推进 他就是领导干部能上能下 那到底谁要推进 习近平不需要推进你知道吗 主持是谁 对习近平不需要 习近平他就是在 这个进行能上能下 推进的人表示是 没办法做到的人 所以这非常有意思 到底是谁放出 这样的讯息出来 所以你要讲这两个字的时候 很多人就觉得 这个意味就不太一样 那你要搭配最近起的 包括说温家宝的势力起来 李强的势力起来 然后包括说像胡春华势力都起来了 胡春华也起来了 对他到内蒙古去也没事啊 回来还是这样的 没有问题啊 高规格的接待他 过去是不行的 对 那包括张又霞 全部都起来 你会看到好像 只有习近平自己位置在往下降 对 大家位置都往上升 那这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氛围会出现 所以你说你看到了 在财经这一块里面 温家宝的系统出来了 在这个军方的这一块里面 张又霞的系统出来了 甚至你看到在外交层次上面 包括中国跟俄罗斯 包括中国跟越南 很清楚 现在这些国家对待习近平的规格都降低了 对你会发现到说习近平的很多战然外交的人士都被换掉了 对 所以现在其实味道是不太一样 好我们就讲嘛 实际上我们讲 我刚才不是说时序吗 是温家宝出现之后 贾康就是他重要非常重要的这个幕僚 他就说了 你看贾康称赞政府可以考虑发行十多万亿的这个国债 刺激经济 他讲话时间点是在10月3号 10月3号 所以你看10月3号之后 今天就出现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显见 所以10月1号温家宝跟习近平两个人吃饭 同桌吃饭把酒言欢 10月3号的时候 当时温家宝非常重要的财经幕僚贾康 就怎么讲 他就说你应该发动什么的十兆国债的 这个什么的 冲什么 拼经济 接下来他就变成党的政策 对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显然 你从这个时序你就知道温家宝的 至少在经济上面来说 他可以说是说了算 好 那为什么我就说 而且他怎样讲 我要救的是就业 我要救的是消费 我要救的是基本的经济 对好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宝贾我跟他讲 事实上过去习近平是怎么样说的 你知道吗 在2013年的时候 这是人民日报 当时习近平刚执政 咱们我们看 一模一样的 中国共产党新文 对当时习近平刚执政 他执政说什么 新增投资不会撒胡椒面 他的意思是表示什么 我们不会这样子乱撒 所以他认为说你看 因为政府干预过多 造成了投资效益不太高 还加剧了经济结构的扭曲 加剧了产能过剩 所以他就不用这样说 他说当时事实上投资是应急 有些项目没有充分验证 可行性还是风险性 所以他是批评了一次 刚讲到 事实上投资谁干的 对 温家宝干的 温家宝什么时候干的 2008全球金融危机时候干的 所以我如果直接点名 当时事实上投资是应急 有些项目没有充分论证的 可行性跟风险性 对 这个是冲着谁的 冲着温家宝的 对 可是你现在把谁请出来了 是 把温家宝请出来了 你知道习近平不是只有讲一次 2013讲一次之后 2021要再讲一次 他又说你看 坚决不撒胡椒面 所以坚决不撒胡椒面 就是我们不会这样做啦 就你看他 2013年讲一次 2021年讲一次 就他现在这样做 那你就知道说 他事实上至少他在 经济上面的路线 是完全转变了 对 他过去坚决不做 他现在做了嘛 所以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 第一个 要嘛就是他目前 全是 这个经济全是已经旁落了 第二个就是川普的风暴太大 对 他真的完全吓到 他挡不住了 他必须要赶快先丢出 石兆出来 所以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川普真的在改变 整个全世界的经济 跟政治的这个风貌 好 所以 真的中国出大事了 中国出大大事了 刚刚讲你说 要把两件事情 一块来看 一块来看就是刚刚讲到的 你居然是这样的 先讲说温家宝出来了 温家宝出来以后 温家宝的幕僚说 你要大量的发行国债 你要来救世 接下来居然就变党的政策了 接下来就看到了 竟然中国自己党的文章讲 你现在的领导班子 是可上可下 这个 今天那篇文章 是中央政治局的 十月份的 这个十月份固定的会议 对 然后在会议里面 十月份固定会议 对 它原来的会议的标准 的会议的主要议题 是在谈这个中央巡视组 外面的一些业务报告 就是一些套话 没有什么东西 然后突然间冒出的 这几个字 对 最什么 就是要民主 它要 它这个叫什么 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 推进领导干部 能上能下 要不断增强凝聚力 好 我现在请问一下 什么叫做 严格推进民主集中制 那现在是什么制 不是习几制吗 习尊嘛 这个习核心的制度 没有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 这个字眼已经在 几十年前用过 都不用了 对 不用 为什么 因为集中领导 原来就是共产党的概念 对 那这个集中领导 最近十年 经过习近平的反贪腐之后 没有了 已经没有了 已经变成了习核心 也就是你讲的 民主集中制 最体现的就是胡文体制 胡文体制 就是标准的民主集中制 当胡文体制没有之后 早就没有民主集中制了 所以他现在重新把这几个字 放在中央政治局会议里面的 会议记录拿出来用的话 这是非常敏感的事情 然后要推动可上可下 那谁要可上可下 那谁 那这个很明显的 就不是习近平主席的才是 这个就有几个可能性 一个是习主席才是 他才是推动民主集中制 干什么 他本身是独裁的 然后第二个是 有其他人发言 那发言的人代表谁 发言的人后面是谁 所以今天这个东西 为什么这时候丢出来 因为马上在年底之前 就有一个会要开始 就是四中全会 那共产党的四中全会 大部分的时间 要讨论人事问题 人事一定会有变动 变动多大不知道 因为这个会是 中央政治局会议是直接最敏感的 已经所谓的最高层的会议了 所以这个谁上谁下 这个对象跟目标 当然已经是高层 绝对不是普通人 这是一个我们的 从这个结构 从这个经验上来看的话的解释 来解读这几个可能性 然后你在合并来看 那目前的这个国际环境 跟那国内环境的一个 困难跟变化在哪里 最重要的 今天的这个路透社的新闻出来了 他要因应是 特川普当选嘛 把川普当选放在路透社的 的主稿里面 然后是由知情人士告知 那就是而且已经定的就是说 中共要赶在最后的 这个11月4号到8号的人大常委会 的最后一天通过 10兆的救世计划 这个怎么会在路透社 丢这个东西出来 换言之讲 那这个就是回应你刚刚讲的 贾康的建议嘛 贾康是谁 贾康不会自己建议啊 温家宝的目标 温家宝叫他放风声嘛 然后这个是人大常委会 已经定了这个时间 他敢写那么铁啊 最后一天要通过嘛 最后一天通过里面 然后加了一句话 他里面讲的 他说要把地方债务的 地方政府的隐形财务风险 全部把它cover掉 那现在那就表示它很危险啊 对 它是 10兆是目前这个 它定的这个规模嘛 其实它需要的东西啊 因为中共的经济的大问题 很简单 第一个我们都知道嘛 就是房地产嘛 房地产在它整个GDP的 三分之一 死在那边不能动了嘛 然后还有地方 地方财务隐形风险嘛 所以刚刚讲的 现在中国还没有 售出房地产库存的价金额 保守估计93兆 对 所以93兆你要救他嘛 救他的话你就是要 保交房是一个政策 保交房 你保交房的时候 老百姓会把房子 安全的领回家 然后开始缴贷款 那整个开始 这部分开始活了 不会有资金 卡在里面不能动 可是目前政府上不敢动嘛 对 他们很保守 那温家宝就是大胆提出来 第一个 我用的是温家宝提出来 就是食照计划 然后这个东西 它另外还有两个更大的问题啊 一个就是目前的中共的经济 是靠什么 靠外销 对 那外销的东西呢 它是叫做产能过 就是过度的 剩余产能 结果川普要给你磕高关税 川普放给你 磕高关税 你没有机会 靠外销 不是 搞死你的外销 你要搞内销 搞死你的外销 就是你要自己 你要有消费能力 美国要卖东西给你才对嘛 所以你要想要来 马中共的这个便宜的产品 要卖到美国去赚钱的时机 没有了嘛 他知道这个没有了 所以他现在开始这个 他目前是 外销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嘛 所以那外销以后 那能卖什么东西呢 外销东西是不是很可怕的东西啊 就是这些什么电动车 这一类的东西 那个都是川普要打压的东西嘛 所以一定要躲过这一关啊 我觉得他这个整个经济的计划 不光是 你看看到他 他现在讲的规模 那食照规模够不够 他说还会再增加 我就觉得这很难讲 而且他这个食照的债务 是从国债是怎么来 来他因为国债很简单啊 我进钞票 你要发行嘛 我要消化怎么消化 对 你要发行 他目前的方式 我看到有个新闻讲说 这是十月初的股市的新闻啊 他说你如果股票被套牢的话 你可以拿股票去换债券 以券转债 对 把股票换国债 国债然后去活化 怪一怪去 因为他这个整个是一个市 他是非市场经济国家 完全中央主导主控 所以温家宝来的好处 他的手法上来讲的话 就是尽量把它偏向于 所谓的市场自由化的概念 那这个概念不是共产党的概念 是温家宝 他们在改革开放时候 摸了石头过河所摸出来的东西 那所以跟传统的习近平呢 他们的传统共产党思维 是完全背道而斥的 那这个情况之下 新人就会有温家宝主导的政策出现的话 当然对现在的领导的高层 权力的整个的布局来讲的话 会有非常大的冲突 好 所以提问 现在刚刚讲的 中国真的出现这种具体而为的 这种微妙吗 甚至最恐怖的是 他连军委会的这个权力 看起来都被削弱了 现在看起来张又霞的 这个声势开始如日中天了 对 其实对共产党来讲的话 这个钱袋子不算什么 真正重点在哪里 枪杆子 枪杆子只要掌握在党的手上来讲的话 其实什么都不用怕 但问题是习近平 到底他枪杆子是不是旁落在张又霞旁边 其实现在大家都开始在猜测了 因为这个诡异的事情非常非常多 等一下你说 习近平现在连这个抓枪杆子都没有抓牢了 是 为什么能这么讲呢 第一件事情 俄罗斯派了国防部长到北京去 那你知道以前是邵一谷去嘛 邵一谷的时候连习近平都见他了 这一次是谁 这一次叫做别洛乌索夫 这号人物是什么 从第一总理去兼国防部长的 那地位还是比邵一谷还要更大哦 结果习近平没有办法见他 是什么也是张又霞见他 那习近平跑去哪里呢 结果你再看到 在解放军开了什么 全军的军事理论工作会议当中 习近平只发了一个文章而已 结果呢 在场主持的就是张又霞 这有不合理吗 这非常不合理 因为这些事情以前来讲的话 军委会主席要在场讲话的 结果他没有亲自讲话 只有发表文章 那由张又霞来取代 再来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在主持这个 所谓的联合演续的时候 也是由张又霞来亲自主持 还有我们知道最近来讲 频繁调动北部战区 中部战区南部战区司令 以及去年来讲的话 在调动南部战区 东部战区的政委 这些迹象其实去年来讲 习近平刚整肃张又霞的人马 今年来讲的话 习近平拉拔的人马 就被整肃掉了 所以什么意思呢 习近平的人马被整肃掉了 对 双方来斗来斗去的情况之下 那到底军方内部的 这个军情不稳嘛 为什么呢 因为你习近平整肃火箭军 你习近平整肃李尚福 魏凤和 那这些以前的跟张又霞 他们是一挂的啊 那现在来讲的话 张又霞的人马又回来 有些人就跑回来了 那到底是谁 那里面争取很多力啊 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一个关键点在哪里 在8月29号 美国书立文 不是跑到北京去吗 结果指定 指名说我要见张又霞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因为美国已经听太多了 内部好像有问题 那到底情况怎么样 是习近平大 还是张又霞大 现在当然军委会主席 应该是比较大才对啊 结果他应 什么 因为张又霞亲自讲嘛 我是应你要求来跟你见面的 好了 见的时候呢 其实明居正有提到 明居正老师有提到一点 我觉得非常重要 什么东西呢 就是他提到说 张又霞在见苏立文的时候 竟然去讲说 习近平呢 在去年跟拜登见面啊 然后今年来讲的话 他们两个人见面 大家说要搞清楚 你叫军委会副主席 你怎么有权利去讲习近平的事情 这件事情就算要讲 也是外事系统讲 怎么是由你军事系统在讲呢 这个是一个不寻常的讯号了 都越权了 越权了 那你把自己当老大了吗 是不是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张又霞不是跑到越来访问吗 结果呢 过了两天之后 中共的媒体才开始官宣 才发布新闻出来 本来是不想发布的 为什么 因为官宣的系统掌握在蔡奇手上 那蔡奇挡不住了 还是要发啊 但是发出来之后呢 结果呢 官方的 中共媒体官方写到什么东西 说张又霞代表习近平慰问苏林 苏林这边呢 代表这个所谓的越南共产党 慰问习近平 但是其实在越南共产党的 所有新闻稿当中 找不到这段话 没有习近平 没有习近平 他们这么来没有慰问过 没有慰问习近平 他们慰问的时候 为什么在中共的官宣里面 会有慰问习近平 因为这就是 因为习近平面子 对 因为是蔡奇是习近平的人马嘛 那你总要讲到习近平嘛 不然的话习近平面子摆到哪里 所以诸如此相的迹象来看的话 有人说 现在权力最大的就是张又霞了 那如果是权力最大张又霞的话 掌握枪杆子的不就在他手上 那习近平怎么办呢 也有人提到说 这有点像什么东西 当初华国锋啊 被这个元老级的 带他推出来去斗 什么四人帮 斗完之后再把换国中换掉 或说不定背后是不是有元老级的出来 先把张又霞往前推 去斗掉习近平之后 再把习近平拉下来之后 再把张又霞拉掉 这其实说不定 一连串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的是中国血泪斑斑的斗争史 所以会在 现在中国居然出现这么多微妙的变化了 是 所以宝洁哥 我们听到现在已经非常清楚的知道 包括枪杆子已经不在习近平紧紧握牢 包括连笔杆子 习近平名字要不要出现 都已经不是他能掌控 最重要一件事是什么 最重要的 你看这是之前的报道 事实上我觉得这个报道有一些 我们本来以为只是正常的替换 后来发现不太对劲的原因 你说五大军区的司令员 换了三个 而这三个都是习近平的嫡系人 对 原本这三个都是他的嫡系人 其中大家最为知道的就是军委 军委纪的一个副书记陈国强 就是陈国强一倒台之后 他倒台下来之后 那好 那没关系 那你轮掉 你知道他被掉去哪里吗 他变成国防科大的一个校长 一个本来全景一时 就变成国防科大的校长 所以从那时候在动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说不太对劲 可能要动 后来发现包括连中区跟南区的这个部分 也都动了 动了换了谁 换了吴亚男 然后换了谁 换了这个叫做黄明 那现在大家讲说那好 你动了之后 那你像王秀斌原本的习近平人马去哪里 没有交代 竟然没有交代 没有安排 没有安排 所以他们就说你动了张 你把张秀霞的人马扶上来没关系 但是你包括像王秀斌是可能是习近平的这个人马 掉去哪里就很重要 就发现他竟然没有安排 至今下落不明 所以大家就想到说整个感觉上 这个军方好像已经没有很稳定了 在此同时呢 现在其实又有一些相关的讯息来 什么讯息呢 这两天说中国有28大的民营企业 非常惊人 竟然有三分之一 也就是至少有九个集团 是濒临所谓的破产跟倒闭的状况 破产 这讲的有是谁 我们都知道这个孝建华 明天系的孝建华 还有安邦系的吴小慧 这些人我跟你讲 他说这28大民营企业 他们手掌握的相关资产是 10兆人民币的资产 如果说有三分之一倒闭或破产 他至少有三兆已经瘦了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你知道那时候习近平不是推吗 我打贪腐啊 我要速贪啊 我要国进民退啊 结果事实证明 金基姆在你手上到最后 也没有办法活下来 所以这些死的死滔滔 而且你要知道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人什么 吴小慧啊 孝建华后面代表是什么 代表是太子党啊 水清无余啦 你现在要查贪腐 查到你整个中国经济 可能都要垮到一半 没贪腾啊 没贪腾 而且呢 我们昨天不是有提到吗 光是今年一年 从6月 今年6月往前算了一年 从这个地下汇兑 一家堆放了 让出去的钱有多少 2500多亿美金 这只是一年耶 过去这四五年来 我还如果我们印象没记错的话 在那一个COVID-19的那一年 竟然跑出去的金额有多少 有一兆美金 所以你这样子 其实在这个钱袋子 好像你以为你习近平 长到钱袋子对不对 这个钱袋子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因为都流血流光了 所以习近平现在 他的钱袋子啊 破洞 老鼠咬的 谁咬的 博文家宝在2016年 2011几年的时候 不是被你踢爆说什么 他的家族啊 很贪啊 28亿美金都是他家族成员呢 那温家宝到现在 你为什么要把这个 贪腐的投资 就拿回来了 因为事实证明 太子党这种裙带的一个 权贵资本主义 是有用的 当你中国 所以习近平只能投降了 对 当你中国把这个 裙带资本主义 尤其权贵资本主义 要剔除之后 发现你中国经济也跟着倒 所以没有办法 只好把这个再找回来 虽然你寄生在我身体 可是起码我们两个 还共生共荣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 包括军事方面 包括外交方面 还有包括经济方面 都同时出现转变 显见真的 不管说习近平会不会倒台 但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 他现在必须要跟这些老头子分权 如果你不分权共治 恐怕连你习近平的位置都没有了 因为现在江湖传言有两个场合 两个场合 第一个是在北戴河的场合 第二个是在三中全会的场合 习近平这些老头子 反正我就豁出去了 他说是一个接着一个 接着一个 接力赛的骂习近平 那时候我们就觉得不寻常 因为三中全会代表是什么 代表是你国家未来 经济 十年的经济的一个方针 五年经济方针 那你怎么都没有这个东西 现在答案结果出炉了 可能在那一件 他被骂了 对 在那三中全会的时候 这些老头子 这些所谓的太子党 这些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 大家给你摊牌 你不要那天不 好啊 大家这会是 所以现在开始 最近中国也很多动荡 包括这几天 有一个新闻 什么有人说什么 我去冲撞死了多少人 然后他在冲撞 当下说共产党不让我活 所以当你经济开始 越来越不好的情况之下 这所谓的人民就没有饭吃 他就会政治会变成 维稳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好 刚才讲 现在中国不但在经济上面 已经面对了 整个川普上台以后 这种铺天盖地的压力 而现在最可怕的是 他在军事力量上面 完全不是美国的对手 现在我们看到了以色列 以色列不是长驱直入 飞行了2000多公里 进到了伊朗 进到伊朗以后 党人节进行非常精准的 攻击目标 攻击了飞弹基地的推进器 攻击飞弹基地推进器的 所有的燃料工厂 好 重点来了 你为什么可以长驱直入 你为什么如入无人之地 你根本就已经把伊朗 所有的SAM-300 SAM-400 包括红旗球 全部都打掉了 代表你现在这些俄罗斯的武器 看在以色列的眼睛里面 根本就是破铜烂铁 没有错 这次的以色列的空袭 这个伊朗来说 它是获得前所未见的空前成功 为什么这样讲呢 保健大事实上 这次伊朗到底被摧毁了什么 目前为止来说 二十个军事目标 军事目标里面有什么呢 他们的军营 然后他们的包括说核这个飞弹的这个设备 还有什么 生产这个未来这个燃料火箭的工厂 全部都没了 那未来几年时间 在三万五年之间 伊朗是没办法制造燃料火箭 这些东西都没办法制造 你能够用了所有的这个系统 它全部给你摧毁一遍 所以现在整个伊朗 或者我们可以说 整个伊朗上空 是没有任何的防空设备的 现在是 整个是脱光光 在给人家看的一个状况 那目前为止 伊朗是这样一个局面 所以伊朗为什么说 我们就不要打了 就这样了 伊朗到底是做什么 伊朗简单 F-35先来了 那这个F-35是 伊朗自己的F-35 我们知道伊朗跟洛克希德 马丁买了之后 他不是就把它改成F-35I吗 I是伊朗特别的信号 你看这一款飞机你知道 伊朗文它叫什么吗 它叫做全能者 全能者 对 也就是说 它全能者进去之后 那为什么它不一样吗 它有经过以色列的改装 所以它用了所有的通讯系统 都是以色列的系统 跟美军的不一样 美军都认为说 以色列的通讯系统 不见得比我们差 另外第二个 它把它的邮箱升级 所以这次 你看从以色列奔袭到伊朗 事实上就要2000公里 按照正常的F-35 是飞不到了 但是他们似乎是 把那个邮箱增大之后 他们当然这次去 还有这个加油机器去 空中加油 他们就去了轰炸之后 再回来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说F-35先踹门 踹门进去之后 把你所有的防空系统 都炸完一遍之后 然后用F-16 F-15进去 你可以轰炸一遍 轰炸一遍100个机器 完全就回来 然后没有人知道 然后以色列还弄一个 你知道以色列还弄了 一张照片什么吗 他说这一次 参与这个轰炸里面 有两个女性 他们还可以用 两个女生开着这个飞机 然后以色列还聚发 在萨尔戒斯的公布 这两个女性 然后他把她连打马赛克 那意思是什么 羞辱你嘛 我们女性军官就可以飞进去 把你炸了一塌糊涂 那照理说 伊朗有这么弱吗 保诚跟你讲 伊朗其实不弱你知道吗 伊朗它的领土 大概是以色列人口 大概以色列的9倍到10倍 所以它其实非常 而且它这几年有钱啊 它做了什么 你看我们说伊朗的无人机 无人机的这个产业 是世界数一数二 对 这一次在俄罗战争里面 对 很多俄罗斯的无人机 对 是伊朗提供的 对 没错 那它发展了很多导弹嘛 什么伊斯坎德尔导弹 一大堆的导弹 它其实有做非常多 你看它也提供武器给 这个叙利亚 尼巴嫩 还有胡塞组织 还有包括说像这个 加萨走廊 这边的这个哈马斯 它提供那么多 而且它这几年 买了很多防空武器 它也知道 以色列有一天一定要干我 那怎么办 我买了很多防空武器 然后买了很多防空武器 是跟俄罗斯买 俄罗斯买萨姆300 萨姆400 然后跟中国买 红旗系列 全世界能够搜罗的 全部都搜罗来 我们前一阵子不是 伊朗还跑到这个俄罗斯去 跟他们要了这个 萨姆300的这个机台 来到这个 这个俄罗斯吗 来到这个伊朗吗 就还是没有用 这一次还是完全被F35 打得稀里哗啦 所以告诉你什么 每次武器在这一次 你看如果假设我是习近平 我看到这一次的 这个萨姆300 萨姆400 红旗系列 根本完全挡不住 那川普他会干什么事 没有人知道 不是而且更可怕 刚才讲的 你这2000公里 他慢慢讲 你其实做了一个空中走廊 空中走廊上面 都配置了所谓的空中加游机 代表我这个走廊 我空中 我就可以把你进空 这个空中进空的这个走廊 是外人不能碰触的 对所以你要知道 事实上以美军 或是以色列的军备之强大 你看在中东可以说是横扫天下 那我就讲嘛 为什么纳坦亚武 这次要赶快急得 你看他最近呢 又开始在轰加萨走廊 然后又开始在杀 这个所谓 这个真主党领袖 他们真主党选出了新的 你叫做卡西姆 卡西姆还发表 当选的这个感言 那他长边来放了 前一阵子 他被炸死的 纳斯鲁纳的照片 就算他讲了没多久 那以色列多嚣张 他说没有问题 这个任命是暂时的 倒数即死已经开始 他随时都有可能会死 那以色列现在 跟着在中东里 里面就横扫天下 那为什么他这么敢 因为他敢呢 他知道说川普可能会要上台 川普是无条件支持我们 所以他当然敢 在这个时候大开杀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